台湾知识经济旗舰园区 其实是新竹县长杨文科上任之后 力推的经济发展三支舰计划之一 而新竹县政府跟焦大合作 以发展AI研究跟产业人才培育为首要目标 也打造这台支援成为智慧科技城 新竹县长杨文科与多位明代以及焦大代表 宣布县内的台支援区 将以创新研发为主軸 打造AI智慧科技城 专案小组全力的来推动 我们台支援区的开发 同时也把焦大在园区里面的这一块土地 国家重要建设计划里面 要打造成为一个AI智慧园区的一个研发中心 那我们对于这个计划 我们感到非常的振奋 被列为国家重要计划的台支援区 将导入智慧科技相关产业 以及软一体设施 以提升运用效率 同时也是焦大作为AI技术发展 以及室外实验场域 因为它是比较大 所以可以做很多的室外的场域 像说智慧型的交通 然后智慧路灯 飞行器 关这个像能源屋 我们都希望说它能够是一个好的技术发展的地方 以及实验场域 另外外界关心的征收议题 新竹县府也将组成团队积极协助规划 以先见后差无缝接轨的目标达成共识 记者综合报道